各位觀眾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早上肥坤來到 關口的西面停車場 現在非常冷清 整個發財車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 是載的員工上班 正式密集的 班次發財車已經搬到關口的東面 西面就變成私家車的停車場 在這裏坐發財車非常少 今天肥坤來到這裏 我們又逛逛這一區 這一區都屬於台山的 這條是巴波沙馬路 肥坤剛剛去完鴨蔥河 繞了個圈 我們又由這裏逛逛 順便看看有什麼食物 我們進來 巴波沙馬路 肥坤都介紹很多次 很多手信舖 有些開門 有些關門 這段路非常清靜 我們看看對面 這裏是關口 關口的橫街窄巷 非常旺 尤其是這個星期 放寬了少少 有很多來這裏 光顧買東西的人 日夜都這麼多人 巴波沙近於關口 這邊有很多車 車的流量很密 很熱鬧 對面那些橫行 橫街 大部分都是 做生意的 賣水貨 這裏 這裏有很多食物 華風食館 喝茶 又有咖啡 又有飯事 做到很窄 很多人光顧 水火街 又有很多人上下貨 又有很多人買東西 好了 我們走回來這裏 一邊走一邊 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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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山區 中路 一個其中 一個人 早上的 11 點 多點 人還不大 但車的流量非常多 今天的行程 今天有太陽 很涼快 和太陽 既然肥坤又经过这一道 又想起有白粥食在这里 圣记 圣记是一间很出名的白粥当 总点以前就在杜传街 肥坤年轻人已经在这里光顺了 大大话话都 我想都有七八十年 大过肥坤 我们又走过去看看 因为它有很多分店 台山区有一间 近近地有肥坤在台山区试一下 成记 澳门居民都有赞有坛 赞的就保持一样的水准 尤其是白粥很绵 坛的就可能贵了很多 一样都贵 没办法 好 我们过去 进去 做一碗白粥 它 櫃面有很多油炸食 又有甜的酥葛 蛋散 又有牛腊 又有马仔 在战队 好 入到来我们 第一眼就看到它的老招牌 这里应该是 这幅画应该是 杜船街的幅画 一模一样 既我以我记忆 是杜船街总店的幅画 卖得好似 入到来 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吃东西 排入肥群 当然是白粥 今天开胃 腸粉 萝卜糕 做多一条牛腊酥 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牛腊酥 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叫牛腊酥 我和伙计说 他都会听牛腊酥 以今时今日的物价来说 都可以接受 这一条牛腊酥 还未过十元一碗白粥 一碗白粥 七八元 那 腸粉 在这里吃的 就比较热一点 如果你外卖 就回到家 就凍了 吃这些东西 要热才好吃 它的酱料都好齐 牛腊酥 就淋了少少 有少少带银 可能早早出路 就放了一段时间 这里有很多东西吃的 有糖水 炒粉面 又有冷的东西喝 豆奶 各式各样的东西 比以前的东西 就丰富很多 好 好 我们出回来 买单是 三十多元 三十四元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一集再见